大家好,欢迎收听I Like Radio 中管流行网美的世界 我是主持人于美人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 就真的是不太美好 这是罪犯与他们的产地 那罪犯还有产地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一本书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在台湾的房间可以得到的 有关于犯罪心理学 或者是什么变态犯罪 这些的资料大部分都来自于翻译 或者是国外的案例 很难得有人挖掘本地的资料 你要知道他要做这样的东西 他要做多少的文献回顾 而且他要做多少的量化值化的研究 才可以得出这些观点来 也就是说你花一本书的钱 这个不到300 300左右 那但是你却可以得到他可能要花好多年的 这个实际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跟心血 那我现在要介绍这本书 叫做罪犯与他们的产地 我们非常欢迎的是我们的作者 戴老师 国立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教授 戴胜峰戴老师 戴老师你好 美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正大学犯罪防治系的老师戴胜峰 犯罪可以防治 理论上 但是也不能防太好 防得太好我们就失业了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犯罪拿来防治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犯罪防治 如果我们叫防治犯罪系 我们自己就饿死了 对对 所以我们叫做犯罪防治系 就你先做了我来防 没有嘛 如果是这样的因果关系 我们就把犯罪防治学系的教授权杀了 对对 这样就没这个问题了 对对 好 OK 不过老师你这本书真的我觉得 有一点点感动就是说因为你做国内的这个研究 是的 那这些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其实如果说花的时间上来讲 因为我从在日本西元2000年到日本求学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蛮有趣的 那时候我到日本去 我原先在台湾念硕士的 当时我是政大心理研究所 当时我的指导教授林美珍老师 希望我做高龄犯罪 也就是年纪比较长的 当然大家来印象回想一下 这个20世纪末期的台湾 那时候没有少子化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就觉得做高龄很奇怪了 老人也没几个 所以到了日本去以后 刚好我就遇到一个非常奇特的机遇 就是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 日本的少年犯罪非常的直变 大家可能听过一个就是 这个神户少年杀头事件 把这个被害者的头砍下来 放在国中门口的那个很惊悚的案子 那因为这些案子太多了 所以日本政府就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这个决定其实呢 我们今年年初 2024年年初台湾也发生过 什么决定呢 就把少年法严格的修正 以前少年法是很松散的 就是说保护啦 教育啦 矫正这样 那日本把它 我们叫做严罚化 有一些少年可以去送到法院 甚至是做一些少年监狱的收容等等这些 那当然回应了民意嘛 所以就从西元2000年开始 但是日本政府也担心这个研法化下去 对整个法体系有影响 所以他们就设了一个叫做黄昏法的概念 就2000年到2006年 那我们做六年试试看 看有没有任何的变化 如果呢改善了 那就代表有效 我们就留着 如果没有改善 那我们一定要心想办法 这套法律就不能用这样子 那所以呢 刚好我那六年统统待在日本 所以呢 我就做了少年犯罪的研究 那少年犯罪研究回来以后呢 当然我就觉得 如果能够为台湾的这个犯罪 做一些 算是研究啦 或实地上面的资料搜集 对我来讲是很有学术意义的 那我回来台湾 就到中南大学就聘 所以呢 整体讲起来 应该从2000年到2024 其实也走了24年了 就是说 像写这样子的一个书 他要做一些调查 他必须有一个时间 对不对 那长时间的这样子的一个累积之后 他就会看出一些趋势 没错 没错 就从个体的跟整体的 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个体很难研究 但是你整体的趋势是看得出来的 没错 这才是我们的犯罪防治 这个最重要的参考的一个指标 甚至是政策的来源 是是 你刚刚讲到说少年 台湾今年就是那个割警案 对就是这个 也引起很大的一个讨论 就是说我们的少年法 是不是要再严格一点 是是是 所以呢 也就是去年的这个12月25号 圣诞节当天的这个国中的这个割警案 那当然造成的后续影响是很大的 各位可能大概就知道说 很多如果家里有小孩的 很多就赶快送私立学校 觉得管得比较严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潮之外呢 少年法严罚化 就严格修正了 修演一点 因为大家都觉得现在少年 好像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把他罚重一点 看他会不会怕 这个概念也很多的舆论就出现了 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其实书里面也约略有提到 就是说呢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 这个少年法的严格修正这件事情呢 其实应该这样讲 法律的修正就会促使犯罪的质变 所以呢 犯罪就变了 这个用白话文叫做道高一尺 对 磨高一丈 没错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呢 日本就发现呢 他们严格修正 他们做了这个六年的法律 后来没有改回来 原因在哪里 其实蛮有效的 有效在哪里呢 你就说他改个严格之后 有效了 观察六年 然后发现有效 所以就继续严格 继续严格下去 然后这六年之后 发生什么事情呢 的确他让呢 有一些原先想要调皮捣蛋的 也就是这我们把它叫做犯罪预备军 然后飞行预备军的这一些 可能还不会变坏的少年 他挡住了 哎呦 我罚我那么重 我不要做好了 所以呢 整体的量上面就下降了 所以少年的犯罪在日本上呢 量是下降的 但是却促使另外一组人出现了 这个也是在法律上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研发化了嘛 所以有一些少年就产生一种叫做呢 他叫做放弃刑的犯罪 什么叫放弃刑的犯罪 反正你罚我那么重 我的人生也没意义了 不如我就去做了 不如我就让你养我 那所以呢 日本的少年犯罪变成M型化的样态 也就是这一个轻型的 或者这种预备军型的 我们叫做加久啦 或者叫做地皮流氓型的 减少很多 但是呢 这种直变型的 就是更严重的 更重大的 更精巧的 就不停增加 就是更扭曲的 对 那这个就扭过来了 那变成 其实呢这些部分也就是说日本呢 他研发之后没有配套 他没有对这些呢 有可能发生严重化 或者是直变的这些个案 进行配套措施 所以他们也开始在检讨 那比方说我们这样好了 也许今天呢 我们的少年法修严格了 那我相信校园可能会安静一阵子 但是更恐怖的事情 一定等在后面 这就是犯罪跟法律之间 互动的一个历程 OK 不过我们还是最对 因为你统计出来的就是最后的结果 对不对 没错 数据 但是更好奇的是说 因为你既然说犯罪防治 就更往深里面去说 现象以外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才是我觉得 然后是不是我们在这样子的 因为你刚讲青少年的话 他的家庭 学校 跟社会 这个三个 这三个支撑 其实都应该要发挥功能 完全正确 但是我们的社会 跟我们的这个学校 还有现在很多的家庭 就很多家庭 其实我跟一些青少年讲过 他觉得父母就是他经济来源而已 没错 那所以 所以这个家庭的支持 其实或者家庭的一个 包容或者是家庭的保护 是不够的 对 对 其实这个整体讲起来 我觉得刚刚美人姐 你讲的很对 就是说呢 整体上青少年的问题 我们就讲 即使从青少年角度出发 整体来说好了 一个犯罪的一件事情呢 大概不拖三个主要的一个样态 第一个就是说 他是一个有意愿的加害者 他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没意愿就不会有了嘛 那第二个就是合适的被害者 合适的被害者指的就是 刚好有一个人 我们就举这个捷运的攻击事件好了 你就刚好那么衰坐在那里面 就刚好在同一个 如果往前一台 往后一台就跳过去了 我们每次这个媒体都很爱讲 哇这个这个躲过一死啊 什么什么类似这种概念 那第三个就是合适的时间 就是说刚好那个时间碰到 那当然还有一些附加的 比方说环境或者是没有监督 我们现在台湾很多地方 都有这个监视器 那如果有个地方 比方说餐厅没有监视器的话 那也许你今天酒后乱性 就不会被拍到 等等等等之类的 这些个 所以呢我们整体上面讲起来 如果以青少年 我们把它抽出来看的话 美人姐您刚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家庭功能 那我觉得现在所谓的家庭功能的问题 的确来自于我们在调整之中 因为我们从早期比较这一种 父权然后尊卑形式的指导形式的家庭 要过渡到有伴形式 陪伴形式的家庭 这两种中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其实我们的家庭没有做好 这个其实蛮难的 叫做依附attachment 那attachment其实呢并不是指导那么简单 也不是交朋友这么简单 而是呢两个也就是亲跟子之间呢 他们彼此的信任跟感情放进去 那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蛮奇特的就是 这是我们在观察上看到的就是 台湾的子袋普遍不太会去信任自己的爸妈 这个是蛮奇怪的 对所以亲子这个你问爸爸说你爱不爱小孩都说爱 你问小孩说你爸妈妈爱不爱你 对对对 休息一下待会来 欢迎回到I like radio 美的世界我是主持人余美人 今天在我们现场访问的是 国立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教授戴生锋戴老师 那么他出了一本书叫罪罪犯于他们的产地 那么刚刚讲的就是说亲子的依附关系 这彼此是不太信任的 那当然因为你这本书实在是一集也访问不完 那是太丰富了 但是我刚刚一直讲说现象是现象 但是在你们做研究的人一定会去找那个现象后面的 那事实上这个也不一定是只有靠犯罪防治的这个学系的老师来做 我读过一本橘子经济学 它里面就提到了一个 这个美国在那个1980年代的时候 那个青少年犯罪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当时就觉得说这个到1990年一定会更严重 只会越来越严重 可是没想到不仅没有越严重 而且还下降 改善了 对下降了 后来他那这个就不是犯罪心理学的老师去研究的 是经济学的学者去研究的 那他就发现哦原来是在你知道美国有个堕胎法案 就是罗素伟的案 对那那个是距离现在大概49年 在197几年的时候 就是说堕胎可以合法 OK好 那于是呢 那你看看 为什么到1990年的时候青少年犯罪降低了 如果他在1975年出生 1976年出生 他到1990年的时候几岁 差不多20三十几二十 对 所以也就是说 那为什么当时会去堕胎 大部分都是比较属于弱势有色人种 对不对 所以他没有办法 如果生下来他没有办法去抚养 所以他会进入一个比较辛苦的循环 对没错 所以他就是我们用比较不那么准确的语言 但是大家可能比较听得懂的 就是说他好好长大的机会比较少 是 其实这是真的 对不对 因为他的资源也比较少 没错 所以没有想到青少年犯罪竟然跟堕胎合法 其实这个台湾也有类似的现象 台湾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药物滥用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药物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 并且给它分级以后 的确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 就像美人姐您刚提到的 从一级毒品就跑到二级毒品 然后我就开始抓二级 因为我们像一级毒品主要是海洛因 我们也有减害疗法 所以大部分的人就退开了这个药物 因为一罚的重嘛 我就跑到二 那跑到二以后呢 政府发现不行 那我就严打二 那怎么办呢 跑到三 那现在跑到三以后呢 大家就三最有名就K他命嘛 青少年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想出很多的方法来去治疗啦 那我们书里面有提到一些 我们这些K他命的这些青少年们的这个春灰专案的做法 然后呢 其实现在问题更大 也许这个会美人姐很有兴趣的议题 国外的青少年 他们开始出现一个 我跟各位打赌 台湾一定会出现的一个现象 他吃合法的物质 但是产生非法的感觉 他去吃一大堆的合法药物 什么叫做一大堆 他短期 这个不能教了啦 他在短期内能服用大量的合法物质 止痛药 或者是止痛药还有一点点感觉的不要吃感冒药 感冒药 分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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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的那个药 对对对对 还有其他的一些 要把全民告诉你 对对对 那总之呢 这些大量服用 尤其短期间一次性的大量服用 效果类似 那你怎么抓他 因为他现在是合法的耶 对所以就会变成从一个 我们叫做法律问题 变成公卫问题 变成个人卫生问题 最后变成疾病问题 所以我们的说这个 同一个问题就得要从法务部到教育部 最后走到卫福部 那这样的一个流程 其实就是我们犯罪行为 跟我们今天政府政策之间互动的一个产物 就说你们是做预防 对不对 做这些研究都是为了做预防 是的 那事实上在我们的这个理解里面呢 我们有一些预防的方式不是来自于学者专家 而是来自于这个祖先传承下来的生活经验 没错 派路不能走 对 暗路不要去 是 鬼月不要在外面逗留太久 鬼月不要去河边 对 这是我们的 这个真的是没有统计 这是生活经验 可是老师在这本书里面却有真实的统计 他是告诉你 在台湾 根据内政部所公布的这个公报 还有犯罪学家的实际观察研究 不同的犯罪会有不一样的时间热区 就会构成不同的犯罪被危害的时间带 所以这个我们气质是美少女 还是要跟他讲一下好不好 所以呢对有关于犯 这个完全针对台湾的研究 对这是我们非常本土的 就是台湾的我们的已经拿到的犯罪资料 对 来各位你知道小偷会几点去你家偷东西吗 对小偷几点进去你家 哎呀不是天黑 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 就是你上班的这个时间 对还有一件事情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就送彩蛋给大家 大家一定做过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美人姐搞不好也做过 比方说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 忽然间的手机响了 然后呢拿起来没有人听过 没见过的电话先接 哎你好你好 我是什么什么货运 好 然后这时候你完蛋了 我在上班对不对 我们完全没有任何戒心的 就跟他讲说 啊没有对不起对不起 我在上班我在上班 我要下午四点才会回家 我四点才会下班 啊你货怎么办 我现在在你家门口啊 那货怎么办 哎没关系没关系 你就先放隔壁什么什么 我们隔壁有个老奶奶 哦这样好好 我知道 哎为什么听众朋友们 你们都信任打来电话的 一定是客运公司啊 哇 一定是货运公司啊 你就那么大方的告诉大家 你家六点钱 绝对不会有人在 而且隔壁是老奶奶 对 全部都跟你讲 没办法帮你的忙 对 老奶奶还主管一张坐轮椅 她听到声响也没办法警告你 这个是大彩蛋 因为没有一个人有戒心 哇 还有一个也是国外发生过 我们觉得大家会喜欢 叫这个食物外送 好那外送的时候 有些人是晚上啊 深夜的时候 这宵夜 总希望他送到家门口 懒得下去哪了 好正常就正常 没事则已 如果今天到了家门口 当你打开的时候 这一位送食物的朋友 心怀不轨 或者他根本就不是送食物的 他把他身上的热热的食物 泼到你身上 你来得及反应吗 夭壽 因为他在你家门口了 上一半 我女儿竟然扮演一点 给我叫严淑姬 我是第二天才知道的 对 而且你门打开了 这个就是这种犯罪给予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讲 就是说让他接近 让有心的人接近到 完全没准备的被害者 我们以前只听过 新闻记者追新闻说 用过这一招去送披萨 某某官员 据说有个小三 住在哪里 他想要正直 那是不是 他跟他住在一起 所以他就去叮咚 然后说 你不是有人叫披萨 然后这小三就说 没有啊 然后他就往里面客厅看 哎 某某部长 讲部长 你有叫披萨吗 然后就抓到了 没有 然后这个记者就知道了 就可以写 就可以写了 以前他只是为了这个 对 现在不是 对 这些都是实际发生过的案例 好 那要不要讲第二个呢 第二个 强盗抢夺 你觉得会在哪里 会在什么时间 强盗抢夺 我告诉你 50%的强盗抢夺案件 发生在下午到深夜 原因呢 下班时间 对 钱多啊 所以呢这时候比方说啦 一般来讲 我们就抢到抢夺上面来说的话 大概都是被害者有钱才可以嘛 对 所以呢就换个角度再来讲 大家另外一个那个这个犯罪呢 讲个好玩的给各位听听看 大家都一定都接过乍七电话吧 每次应该接过 对不对 好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在座在这个录音间里面有四个人 如果乍七电话打过来的时候 你要不要看一下 有五个耶 有五个吗 第五个太可怕了 好我们待会回来 我们先确定一下 我们录音圈 有几个人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 I like radio 美的世界 我是余美人 在我们现场是我们的戴身风 戴老师啊 那刚刚已经确定了啊 我们现场有五个人 有一个被音响挡住了 是是是 那刚刚讲的强到强多 大概都发生在下班时间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可以确定说是 对这个 对这可以就是说 下班到深夜 因为深夜容易落单 对 这些都是很有可能 那刚还是怯到强到 我们再往上一集 杀人也有时间了 杀人基本上就要看杀人的类型 因为目前啊 各位来猜猜看美人姐 你觉得我们的杀人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情仇财啊 对对就是这三个 就是情杀仇杀财杀 这三个最多 那其中呢 情杀仇杀财杀 这三个大概都是 有人际关系型的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这边提到的 大部分就是属于那种 冲动杀人 比较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呢 可能一言不合闹起来的 所以情绪控管上面的 那这一种杀人现象 一般来讲呢 大概都会有酒精催化 或者就是一些人际冲突 你说的是情杀 对不对 情杀比较多 比较多是 应该算情仇财之外的那种 一言不合杀 就是那种人际冲突型的 那这种犯罪必须要有什么 必须要很近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很有趣 台湾因为我们枪炮弹 要到一些条例管制很严 所以一般人真的拿不到枪啦 所以我们在台湾 如果真的你要犯下 杀人罪行的时候 你的这个攻击范围 最多就是你手伸出去 加一把刀 所以呢大约攻击范围 在1.5 对1.5公尺左右 那就算你今天看 我们那些石神 什么我们把杀翼藏于板凳啊 假定你用板凳杂人 大概是两公尺左右 所以呢其实呢 这些都要近身搏斗 那因此人一定要靠近 所以呢也就是说呢 比方说杀人或伤害 这种犯罪在台湾的类型的话呢 当然让自己远离一些是非之地 也就是他深受地理环境控制 所以呢远离是非之地 远离一些比较人际嘈杂的地方 的确是自保之道 这个我们当然可以想象 但是你的研究是告诉我们 请问你礼拜一到礼拜五 哪一个晚上最容易发生杀人的事件 你猜猜猜看 大家猜猜看 现场有五个礼拜五 就是礼拜五 因为他把前情提要告诉你的 酒精 对 人多 对 距离近 是不是 这是礼拜五最容易有的 所以如果你这个觉得自己 人际关系是有一些危险 或者是不是很容易跟人家好好相处的 你礼拜五晚上就在家里蹲 好不好 对在家看你 16吨好不好 你一直蹲 你这蹲也不会死 对不对 好不好 然后还有一个 我想是所有女生最关心的 性侵害 性侵害的作案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各位 你绝对想不到 性侵害作案的时间 下午三点到凌晨三点 那不就是等于12个小时了 对就后半段了 对上半段比较不会 原因在哪里 尤其是夜晚9点到12点 对这是最高的 6点到9点 还有凌晨12点到3点 是频率比较高的事 是 这个是我们观察的这个统计的结果 那当然性侵害有一些很重要的 不一样的来源 原因在哪里呢 性侵害主轴来自两种 一种就是所谓的熟视者 一个是陌生人 那这边就举个例子来跟各位讨论 比方说现在有一条 有两条小巷子 一条小巷子 全岸的乌漆妈黑的 一条小巷子呢 有远隔距离 也就是距离有点远 但是却有路灯 请问美人姐 你要走有路灯的还是全岸的 有路灯啊 错 你这就变成性侵害的高危险被害群 我们就举例来讲 我 我只要回头他就会退缩 这样的吗 不要 举例来讲 什么说呢 因为性侵害犯也是人 当他躲在全黑的地方的时候 他会不会怕 我要做案子了 我在乌漆妈黑的地方 我还看不清楚我的被害者在哪里 我当然也会怕呀 我背后有人拍拍我一下干什么干什么的 所以性侵害 家害者也是人 他一定会躲在哪里 人会来的地方 他用灯息一米靠过去 而且因为有路灯 我也知道你旁边有没有人 你后面有没有人 通通都可以知道 所以他要犯罪 他一定要比你更像一个人 他绝对不是躲在最暗处的地方 他一定要在某个地方 让被害者处于名处 他在暗处 所以所谓的对比型的环境 往往才是犯罪的高风险地区跟时间 你这样讲完 那所有的巷子路灯都关掉了 干脆关掉算了 反正大家都看不到算了 像北海一样的概念 不过特别 因为这个我们老师只是讲了一个统计 那事实上 这所有的犯罪里面的样态 其实还是非常复杂的 没错 对不对 还是要自我保护 那还有一个就是非法药物滥用 那么事实上 这哪有时间啊 他需要就来了啊 感觉好像这样 其实不是哦 这是看药物的类型的 所以青少年常常是跟娱乐时间有高度重叠 对完全重叠 而且因为呢 因为在学校他怎么可以有机会碰到 对而且还不小心 如果到时候被抓去验的什么东西 他就抓到了嘛 所以呢一般来讲 因为这些青少年爱用的 滥用的这些非法药物呢 大部分都具有一些一定程度的 我们叫做代谢期 那在这个代谢期过后呢 不管怎么验 基本上呢 在这个科学证据上都没有办法达到 我们必须去检验的标准 所以青少年只要抓住这个点 大约在礼拜五晚上用 其实大部分青少年可以很轻松的 在礼拜一早上避掉一大堆的检查 那因为他的肝肾功能很好 排掉了就没事了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整个在 我们叫做这个也对 就是说猫捉老鼠吧 有时候他会跑嘛 那当然呢 我们就必须要去有更好的一些 一些线索detection去把他抓到 不过我想 代老师比较可爱的 就是说他为了让大家读这个书 就没有那么学术 有兴趣 你知道我刚刚讲的这个犯罪的风险时间带 他是用后宫甄嬛传来代入 没错 其实那我很爱看 我都会背 真的 真的 超爱看 至少看了百次 你怎么会喜欢看呢 对我来讲 后宫甄嬛传呢 就一言以蔽之 就是一个大型的女生宿舍 每个都想跟射间上床 就这样 类似的确是如此 对啊 而且还不留下证据的 是不是 干嘛 笑什么 但是这是真的耶 所以老师你用了后宫甄嬛传的 一个孙大印跟四位师同事件 谁还记得啊 最小的 最后把皇上气死的这个小故事 真的啊 所以他们在危险的地方 就是在御花园 对 他们在御花园里面 而且还是在这个 某一个贵妃的宫里的花园里 所以所有的人都觉得贵妃 你位那么高 你也不会去嘛 对不对 也没有人没事敢跑到贵妃的宫里去啊 那在那个御花园里面 至少就除了这个贵妃抓得到我以外 其他人抓不到啊 这个是多好的犯罪点啊 对啊 哇天哪 灯下黑就对了 对对对 然后又有一点点微光 那个树丛间花草间 很多很多的这些 我们叫做犯罪的引诱因素就出现了 哎呀我们观察的点真的不一样 我观察后宫甄嬛传 你知道因为这部戏 东鹅鹅椒卖得多好 东鹅鹅椒 每一个都要吃鹅椒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说 犯罪的长相 这个有18种长相 天哪 这是应该把当年的肖乡居士挖出来 对不对 待会我们来聊 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 I like radio 我们现在收听的是美的世界 我是于美人 现场是我们的戴生锋戴老师 我们讲的是这个罪犯罪 还有他们的产地的这本书 这什么出版社出的 麦田 麦田出版社 好 那这边有一个在第大概 八十二页的时候 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有18种犯罪人像 也就是说犯罪的人 有18种代表的长相 这个是我们犯罪学里面 最早期 最经典的一个研究 那我们也尊称他叫犯罪学之父 一个意大利的学者 叫龙布罗梭 那龙布罗是我们翻成中文的汉字 所以台语发音这个人就没有 龙布罗梭就对 都不啰嗦的一个人 那阿萨里 不过他的研究很奇特 其实他是精神病理学家 又是犯罪人格像 人像学家 炉像学家 那是19世纪末期 那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来想想看 19世纪末期的这些犯罪人 那时候没有枪啊 你要处决他 最简单就断头台嘛 所以呢这个龙布罗梭 就收集到了一大堆的犯罪人的头 那他就把这个头的头骨呢 跟炉像拿来做 跟这个我们叫做精神病患啦 当时的精神病患 或者是一些行为偏差分子呢 来去做个比对以后 他赫然间发现一件事情 有一些特殊性 比方说面部的某一些特征啦 或者一些头颅的大小啦 或者什么什么 他就把他整理出了18种样子 来叫18犯罪人像说 哇各位 这个喔 这个真的不要参考 因为参考完之后 你就发现你周围都是 都是犯罪的人 而且他有点跟我们原来的认识 有点挑战啊 是 因为他其中有一个手臂过长 嗯 也是容易犯罪的人 那刘备要怎么算呢 对啊 以前刘备换句话来讲 他如果没当到皇帝 也是犯罪人啊 是是是 对 败者为寇嘛 对对 那像我女儿呢 牙齿不正常 像我也是齿裂不正 我就麻烦了 齿裂不正也是犯罪 嗯 就当时 所以呢 后来他提出呢 实在太震撼了 以后呢 那很多人就出来批评了 不过呢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跟各位提 因为呢 在这中间呢 龙布罗索在提的时候 他把这些人都画出来了 嗯 但各位如果有机会 看到他的原著 你赫然间会发现一件事情 龙布罗索是一个 意大利的医生 精神学家 嗯 想必是中产阶级 嗯 你如果看他的照片 或者是画像 就是穿着燕尾服啦 西装这样子 嗯 中产阶级去看看什么东西呢 中产阶级的审美观 嗯 所以各位像我们 哎 中产阶级的朋友 的确某种程度上面 会有一个一定程度 哎 比较类似的审美观 嗯 那他写出来的这18人像呢 如果你仔细推敲 的确比较像是 19世纪末期 意大利的什么呢 所谓的外来民族 嗯 或者是呢 所谓的非中产阶级的 这些比较基层的 一些平民们的 嗯 嗯 他没有办法有很好的营养 没有办法有很好的成长 历程的一种 可能没办法矫正的一些长相 啊 所以呢 变成审美观上 先站在一个 比较书的一个点 有时候是想 先画靶再射箭 对 类似这样子 对不对 就好像后来有人去做遗传 嗯 遗传基因的这个检测 嗯 就发现说 哦 犯罪的人他的某一个 这个 哪里坏掉了 对对对 可是他发现没有啊 他调查的都是犯罪的人 对 所以他调查都是犯罪 他就画出这些来 所以他之后就修正 他的确也修正说 嗯 那可能我的理论有点问题 但是后代却给了他一个 拨乱反正的机会 嗯 我们后世呢 在大约在1980年代 90年代 就20世纪末期 隔了百年以后呢 我们的这些新兴的 呃 科学家们 心理学家们呢 开始用脑波仪啦 用一些脑的观测仪器 FMI等等 嗯 开始针对这一些 我们叫做犯罪人 进行脑功能的研究 嗯 那真的看到一些东西了 也就是这些朋友们 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 或者他们在做 比方说他犯罪行为的决策 那我们里面都会提到 举个例子来讲 你现在看到闪黄灯 你要踩油门 还是踩刹车 踩刹 哎 闪黄灯 交通规则叫你踩刹车 刹车啦 对 那但是呢 我们的心叫你知道 要看有没有警察啦 对对对 有警察我就踩刹车嘛 对对对对 类似这种概念 对对对对 那就像其实台北 我刚刚走来中管 我也遇到一个 很麻烦的事情 明明这个人行到 红灯叫我不能走 但是其实车子也停着 又是一条小小的巷子 我要不要冲过去 嗯 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样的一些逻辑呢 都是我们所谓的 行为决策当下 嗯 那现代的一些概念 就发现呢 的确犯罪人 有一些特征了 举个例子来讲 他的大脑 在做决策的时候 倾向于冲动 哦 第二件事情 他的大脑 在做决策的时候 倾向于非常专注 自己想象中的选择 嗯 他会觉得 我为什么要杀你 是因为我不得已 嗯 各位听众朋友 一定听过很多这个说法 我不杀你 我就被你杀了 我叫不得已 其实没有什么不得已 你有很多的选择啊 嗯 那他们会一直focus 在这种不得已上面 选择权的降低 嗯 那或者呢 也的确有一些呢 我们叫做敌意认知的部分 也就是说 这些人呢 他在认知状态上呢 比方说 如果假定 我们今天 哎 在录音的时候呢 比方说大老师 迟到了15分钟 可能一个敌意认知的 主持人就会觉得 你带身风了不起啊 瞧不起我啊 类似这种敌意的想法 就会出现了 那这种想法 这个主持人要有多自卑啊 有可能 对对 我们可能会这样子想了 所以当这种互动出现的时候 现代的心理学家 脑神经科学学家 就帮这个龙布罗梭 做了一点点的修正 也就是说呢 其实脑才是决定一切的 不过我觉得 刚才看他这个18个 这个长相啊 我从社会 我这个不负责的 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的话 就是说 这些有奇特长相的人 他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他比较容易遭受排挤 没错 所以这个排挤 或者这个 这个不被重视 不被包容 会不会也影响 他脑神经的一个判断 绝对会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很多人 因为外形啊 就会被耻笑 对不对 所以他就会变成一种 很防御心 所以全身像刺猬一样 他不得已 因为那个是 他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 是的 不然我不知道 你们要怎么笑我 或者怎么排挤我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互动 对 所以呢 到了现代 大概20世纪末期之后呢 我们犯罪学家们 犯罪心理学家们 开始跟这 其他学科的 这些学者们互动以后 就开始发展出 很多不一样的犯罪的观点 我们从医疗层面 人际层面 社会层面 变成一个 跨领域的一个学科的时候 那就也带来了 我们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 很有趣的一个 温暖的土壤 这样子 好 我们还有最后一段了 现在最后一段 怎么可以 最后一段 还有几分钟 没有时间了 没有 好 我们希望有机会 再请我们的戴老师 来我们的现场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 最最饭与他们的产地 麦田出版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 老师谢谢 谢谢 你可以迟到15分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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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